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刺难忘 是一种怎样的一难平呢 想要了解这背后的故事 那便要走进苏东坡初恋的地方 清神县 中岩寺 千古中岩 中岭玉秀 人文精粹 当年苏东坡曾在此求学 老师王芳为这一汪碧池争名 王芳之女王福和苏氏 不约而同都为池子取名为换鱼池 从此便结下了一生情缘 池畔的一尊苏东坡和王福的雕塑 才子家人一站一坐 诉说着刘传千年的爱恋 相知 相恋 相守的故事 仿佛就在眼前 居近通幽处 翠竹相伴 走走歇歇 慢慢地看 慢慢地听 银河圣锦 不简薄山 一面千佛长廊石刻佛像 似有无缘的巍峨 皇庭坚在此 云有人匹名三叶 驱水流伤 再次能涉剑而上 以礼其景 让人叹为官职 处处是景 步步入画 只愿纵情之山水 以霞为棚 以云为涌 正是春山如带石 妖君一醉 亦桃然